在想台灣的食物嗎? 嗯...我已經來一兩個月了 我還在想說要到哪裡找找比較有台灣到底的食物可以吃耶 那你有沒有看到後面這攤...這個...餐車呢? 看起來好像有一些人在等耶 好像看起來不錯,我們要不要去試試看 對啊,來試試 鹹酥雞很多家,就是直接炸一炸而已 那就放一些胡椒鹽啊這樣 那要醃得到地,就是裡面還有蔥薑蒜 嗯...很多的調味料一定都有 那其他的就是慢慢的從...自己想要...就簡單 要符合衛生局這樣子做出來的 所以就是要符合當地法規 可是要保留台灣的風味 對對對,像蘿蔔糕 我們大部分吃都是煎的 那炸的時候,炸出來外面是脆的 裡面是軟的 就口感不一樣 OK,所以外脆內軟 對,那還有用久的拿去提味 哇,這就是剛剛老闆說 跟別人不一樣的鹽酥雞喔 趕快來吃吃看 嗯...真的是台灣的味道耶 酥酥脆脆的 而且一定要加一點酒神塔 這時候啊,如果再來一罐台啤 就真的台灣的No.1 就真的台灣的No.1了 它有特技蜜方塊這個香腸 我覺得喔,再加一個西巴豆啊 就覺得在台灣的夜市 趕快來吃吃看 嗯... 外面的皮有點脆脆的 然後裡面的香腸 就是台灣的味道 今天啊,老闆特別 幫我把一整隻玉米切成兩半 這個跟墨西哥的玉米不一樣 它們是甜的,我們的是鹹的喔 趕快吃吃看 嗯...真的是台灣夜市的味道 有那種特別的醬 然後要轉啊轉啊轉個20分鐘 嗯... 真的是台灣夜市的味道 有牛肉跟雞肉的喔 這個深色的好像是牛肉的 趕快來吃吃看 嗯...老闆加了特別的醬 所以它一過烤了之後 除了有香味 吃起來也是很順口 是花雞版的章魚燒 嗯... 是花雞版的章魚燒 嗯... 嗯... 上面淋一點wasabi 吃起來更有味道 只是真的喔 不要硬口吃進去 不然可能會太辣喔 嗯... 老闆特別介紹的推薦的招牌菜 一定要來試試看 上面還有九層塔 老闆說啊蘿蔔糕 是他們特別做的 外面炸的酥酥脆脆的 嗯...真的好吃 裡面的蘿蔔糕還是一樣綿密 嗯... 大杏鮑菇 這真的是要在台灣的攤子 才吃得到 外面的皮脆脆的 然後星巴菇 有一點嚼勁 嗯... 這個口味真的是 我想其他的地方吃不到 台式甜不辣 老闆是用 台灣的那種甜不辣 圓圓的 然後切成一條一條 好像薯條一樣 嗯...就是那種每次去點鹹酥雞必點 還是忍不住 再加一點九層塔 實在太感動了 你居然可以在 L.A.吃到 這麼有台灣味的東西 這是炭造型的 剛剛說這家叫什麼名字來的 詐騙L.A. 喔...我還以為是詐騙集團 喔... 詐騙L.A.一定要記住 下次再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